大家早安 我想在随途保持技術规范第十九条 这一条大概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讲到急流时间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流入时间 一个叫留下时间 那么流入时间这个部分 我相信可能大家都知道 它事实上是讲到一个坡面的急流的时间 然后流下时间是指渠道流的时间 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的急流时间 但是在流入时间的里面 我们会用慢地流的一个假设流速 这边讲的是采0.3到0.6公尺每秒 这流速是采这样 但是为什么要采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这里并没有很明确的文献的引用 那么至于留下时间 这边有两个公式 一个是曼宁公式 一个是Ziha公式 曼宁公式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意见 因为这是渠道水利学里面的标准公式 但是Ziha公式其实如果你在学校学水文 大概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仅存在于我们水土保持戒 你若离开水保戒到水利署 可能水利戒大概都看不到这个公式 也就是这个公式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有需要去好好的来思考 不然我们一直使用这个公式 但是却找不到它的出处 那么这样的使用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开宗明义 我们为什么要去谈到流入时间 跟留下时间的这两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水土保持的手册的里面 关于这个留下时间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Kevin公式的 这Kevin公式在2014年的水土保持手册的里面 曾经出现 但是他叫Kevin公式 这Kevin公式从哪里来呢 也没有文献 那我自己去找了之后 发现最早出现的是 悟不长岁这个学者 日本的学者 另外一个就是很奇怪 居然是出现在Ziha 他的德文的论文的里面 他出现了这个公式 可是呢 自始至终都不是 那个Kevin的这个公式 的这个名称 所以这个也很奇怪 还好水土保持手册呢 在2014年之后呢 新版的手册就把这个东西删除了 因为确实找不到他的文献 但是他基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Ziha公式如果是要找那应该是找文献应该是从Ziha的著作来看到 可是Ziha的著作我们翻篇Ziha的著作并没有Ziha公式这个东西 Ziha是一个德国人Ziha呢 我这边写的他出生在波西米亚 那么应该来说他的专长不是水文 而是隧道专决 你看他整本书其实是讲到的隧道工程 特别是铁路隧道这个部分 可是在这个里面 你看我在我的右手边这里面 他有一个公式 就是千分之十 他的那个大概是流速是3.5m 那么千分之十到千分之五是3.0m 那么如果是小一 那个千分之五以下 大概是两个m 好那这个你有没有发觉到 其实就是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呢 其实并不是Keylon公式 而是Ziha所提出来的数据 可是Ziha提出来的数据 Ziha本身又不是水文的专家 他是一个隧道专决 他提出这个东西 真的是他提出来的吗 其实也是很可疑 但我们姑且就说 好那我们第一个答案找到了 事实上Keylon公式 并没有Keylon公式这个东西 而是Ziha的一个数据 好那我们开始要去想 那Ziha 为什么会有Ziha这些东西出现 我看我们在这边的第三点 大概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河谷中水流的流速 跟河谷的坡度 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这几个值 这几个值呢在日本被称为Keylon公式 在台湾也叫Keylon表 Keylon表 那么在台湾叫Keylon公式 但是实际上在原文里面 跟Keylon完全没有关 也没有Keylon这个人 那么如果正式看到了 应该说Ziha的一组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还不见得是 Ziha所发表的 这个可能是其他人所做的 Ziha在他的书上提到 那底下这个部分呢 我就在这边不太去讲 他在这边是讲到 极流降雨强度 跟一个河谷的长度的一个关系 意思就是说 河谷如果越短 因为早期在1819世纪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计算 积水区面积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以 山谷的长度来代表 积水区的大小 所以积水区越大 他的降雨强度应该是越低 其实他的观念是非常正确的 Ziha在他的书上 所写的这些东西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都是他开宗名义 因为他要做他的隧道工程 他需要先了解隧文 所以这个是他在他的文章里面 他的论文里面所引用的一个数据 好 那我们就要去开始去想 那么Ziha公式到底是从哪里来 那我去找到的最早的文献 就是德国营建学报 在他1899年 也就在19世纪末期 进入20世纪的这个部分 在他的第298页 我们看到的右下角有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你看到的20sine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72 只是这边是每小时多少公里 如果每秒多少公尺 就这个单位就变成就20了 这边H除以L 其实就是这里的sine ziha 所以这个公式最早的在德国营建学报里面出现 在1899年 好 但是这个文献出现之后 可能日本人并不是看到这份文献 我现在就他的底指出来了 在1923年的德国工程手册第三部 水利工程技术手册的第五版 第774页跟776页 这紧接两页 这个可能是所有资料的错误的来源 我们看到774页这边有一段话 在我们大概看到的 他在这边有一个Kevin 这边有一个Ziha 那么我再猜想 日本人当初在讲到Ziha 他1876年 这就是他那一本书了 就那一本书所讲到的 但是很可能Ziha 这个时候他讲的是那一组数据 可是在引用的人 就是物部这些人在看德文的时候 我感觉他对德文的误解 就把他的这一组数据写成了Kevin Kevin数据 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来源 到了第二页 那么这边就Ziha 就这边Ziha 他的数据 然后他说他就引用了 那个Buffalia的公式 底下这个是Buffalia的公式 就是流数等于20sine的三分之三次方的β 也就是H数以L的三分之三次方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Ziha公式 那事实上他不是Ziha 是Ziha引用了Buffalia的公式 那么日本人也看错了 就把这两个人以为这个东西叫Ziha公式 那上一页的Ziha提出来的数据 写成了Kevin数据 也就是这个错误一连串的错误的产生 造成了在日本上面开始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Ziha公式就跑到了日本 那么在九永吉这个人很有名 在日本非常有名 他在1928年他的就这一份论文 我们看到右手边就是这个1928年 他的这一篇文章的里面就提到了Ziha公式 那么他是希望找到一个很简洁的公式 来使用在日本 那么他就说Ziha求得了这公式 这就看到原文的错误 是Ziha引用了Buffalia的公式 就是引用了Buffalia的公式 那么来作为他就把他拿到日本来做 那他说这个公式应用到日本是非常合用的 其实上我看完原文 我是觉得那是有些时候数据也可能是硬凑来的 我不觉得他是很适用 就是再看完 因为他连台湾的数据 那时候他已经日本已经占领台湾了 所以他也认为台湾的也很适用 但他都用大河川什么浊水溪 所以事实上都不是用在我们小积水区 好这个这个是这个1928年出现的一个第一次的问题 好到了1933年 悟不长岁出现了 这个人更有名他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在那个时代啊 1933年这种 在那个时代其实日本的教授事实上类似学乏一样 大概他讲的话都不敢有人有反驳 那么悟不长岁在他的水里学的教课书中里面就纳入了 跟Kevin的公司 所以后来许多日本的教科书跟手册都跟进了 包括我们台湾的布定大学用书 也在第九章的里面 也把悟不长岁的这一段全部抄进来了 那我们不评断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错误 但是事实上我不认为台湾可能是出现了错误 可能是相信物不长岁 这这是我们的常理 我是觉得就算我们读书都习惯于相信 就是教科书的内容 所以就会很直接的引用 好 那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出现的是九永极 他出现了一个错误 好 那么到了那个真的是出现大问题的 是在悟不长岁这个东西 我自己感觉是可能对德文的理解不完全 所以最初引进德文文献的这些日本学者 把这个巴法利亚这个公式 就误认为它叫Ziha公式 又把奥地利山区的这个Ziha的数据 误指为Kevin数据 但是在巴法利亚这些的书上里面讲到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非常惊艳的公式 它对于地域气候的差异影响非常的大 硬要把这两个东西套到日本 其实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东西 当然日本说很适用 他也提出一些数据 但是我是觉得这些数据都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集水区 我都不相信这个数据是正确的 那么接着日本人称称为20世纪前期的土木工程界的第一把胶语 就物不长顺 把它纳入他的水里学这本 有了这些知名学者的背书 后面的学者又没有真正去检视原文 就让这个两份资料脱离德国 在日本学界深根萌芽 可是这一份德国的文献 在全世界并不被认可 没有人去认可这个东西 因为在19世纪的这个数据 后来的这些手文学都远远超越了这些东西 所以事实上并在后来的手文学这个部分是全部跳过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物不长睡的手文学 我把它找到它的原文 现在这个原文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 还有日本的国家图书馆的里面 它的电子档都可以找得到这些的扫描档案 那请大家看到在它的第353页到354页的当中 你可以看到洪水到达时间 这还不是只有时间 这洪水到达时间 这个还是有点问题 他的Kevin读这边 读那时候就是指的德国的意思 Giha两个公司 很抱歉 这里居然没有引用文献 这是一个在写教科书上面 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因为没有写文献 后面人不知道他在从哪里来 那大家都相信他 那请大家看到 我曾经在1999年 右边这里 我在1999年对极流时间 全世界的极流时间 做了一个非常广泛 而且严谨的收集 我把所有的极流时间公司 全世界极流时间公司都收集完 但是唯有Giha公司 我写不出他的参考文献 你看到那我红色宽光 我只能写Giha 但是找不到他的出处 一直到前两年 我才找到出处 找到出处才发现到 根本不是这个公司 Giha整本书里面 没有提到这个公司 那你再往前推 一直推推推 才知道其实这个是在德国的一个工程手册里面所提到的 而且是Bafariya公司 这就是出现了文献上面的一个错误 那么我发现这个错误 其实也有很多人开始发现 比如在看左边 第一个作者叫黄彦硕 黄彦硕目前在德国念书 他是台大升工系的一个学生 他有一次在网站上面写了一篇非常讽刺的论文 现在年轻人就是蛮敢讲的 他就讲说 Cevin公司到底这个Giha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历 那么他根本就没 就发现根本不是 所谓所谓 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 那么杨嘉宁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杨嘉宁是直接问我是这个问题 我说我对这个问题 在1999年就提出疑问 我就想那还不如就我们三个人来开始找 那周清颖是我的学生 他在日本教书 所以我们三个人 就四个人就开始了 就是寻找Giha公司之旅 就开始了 希望能够找到Giha的源头 那整个寻找的过程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 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论文放在这里 我把黄晏硕当第一作者 是因为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敢提出问题 所以我请他当第一作者 他现在在德国念博士 那期待他能够在学术界发光发热 好 那我们再来想 Giha公司或者我们叫他改名叫做Bafaria公司 都不能称为极流时间 我正要很在声明 可是我这边在讲下来可能太深 我就轻轻点到 所谓的极流时间就是我的左上角 它是一种坡数 它的水流是渐渐汇集而成 它不是一个均匀流 均匀流是我的左下角 这个叫均匀流 流到渠道 我可以讲设它是均匀流 我可以用曼宁公司 但是坡面流是由降雨所造成的 它是一种水坡在进行的 不是流体的流动 这两个观念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我在这边必须点出 这两个的差异来 好 那我这边就很简单的来带过了 这个要推导水坡的理论 就不是很好来讲 我这边就不太说明 如果有机会 请大家再看我之前的研究报告 那我推出来的结果 大概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第一个 如果把它放成公式 就是我底下这个方框框的这个公式 其实这个公式不见得 不能说我的推导 因为全世界很多人 依循这个方式来做 这是真正在坡面急流时间的共识 这是真正在坡面急流时间的共识 但是我要继续往下做的同时 我就请教了 这个VJ Singh 大家看到的中间 我跟坐在中间的这个VJ Singh 他现在是德州农工的水文大师 他出了非常多的水文巨作 这是我办中间的大会 我请他来当研究的时候 那么特别在跟他请教 就是说我对于急流公式 急流时间公式是否有错误的认知 那他说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也因为有他的背书 我现在就跟他一起和谐下一步的台湾急流时间公式的问题 同时也再一次地点出 同时也再一次地点出 Zi H公式的方谬 这是目前跟他合作 目前也正在进行的当中 那这里面我就开始把全世界的 Zi H公式的急流时间公式再做一次的收集 我这边就不强调 那么Zi H公式的急流时间公式 其实在台湾的问题上 它可以简化 你看我们一个急流时间 你自己想想看水要汇集 一个是跟水面跟坡面的粗糙度有关 一个是跟长度有关 一个降雨量有关 一个是坡度 所以应该是要至少要涵盖这四个因子 才能做出急流时间公式 那么可是在台湾做急流公式的时候 我们大家审时类的保持计划 大概都知道 我们的降雨强度都大概大于100 那你看到的第三张图 假设我大于100 我的sensitive analysis 我的敏感度已经不敏感了 意思是说降雨降到某一个程度 这样再大于的时候 其实对急流时间已经不显著了 所以我可以把I这个东西 这个降雨强度转成一个常数 这就是我希望简化到这个公式 应该是怎么样用 这里太过学术 我就不在这边太做说明 我在这里主要的还是想 就是说验证其实降雨强度 降雨强度大过100之后 其实影响性已经是不大了 它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趋劲值了 所以把那个降雨强度超过100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I的影响拿掉 当然你如果是毛毛细语 当然这个对于TC时间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在做技术规范的时候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都是讲到50年25年100年频率 在这个情况之下 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对于急流时间呢 它的影响性呢 趋于一种饱和 所以I的因子就可以拿掉 那么同时我又开始做实验 我用草皮用历石用光滑板来进行水槽实验 那么把每一场实验 它的洪峰力都是用人工降雨的降雨器来做 这个可能我也不太去讲到太细 基本上就是室外的调查 还有室内的实验 我都去好好的做 那么室内实验做了一两百组之后 我就可以regression 我就可以做回归分析 出来的就我可以得到这个beta值 大概0.83这个值 那么同时我就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是适合在台湾崭新的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呢 就是大家看到上面的TC点0.83的这个公式 当然我重新的再做一些细部的分析 那左边这个图是我S跟NL 就是这三个因子 就是波度跟NL的成绩 两个的一个比较 那么方框框我再把它放大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表 意思中间的那个上面线写的十二十三十 这是指急流时间 我可以用查表的方式 也可以用各种方式 来得到这个公式的应用性 当然也不需要这样 这是一个范例 那我同时来假设 如果是I等于100 全世界几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你前面两个都是Sing 他本身或者是他跟他的学生所发展出来的公式 那么底下一个是另外一个学者的公式 好 这些我都把I假设成100 那么就可以跟我的条件来比较 也就是说右上角这个图 那我就发觉到我的公式 其实跟大家来讲还差不多 而且我的公式 因为有实验的资料 又比他们更为准确 那么Sing也是看到我这个实验数据 他非常高兴 因为在他的这个分析的里面 是没有很足够的实验资料的 那我的这个实验也补足了在全世界这个实验上面的一个数据 所以Sing就希望我们能够合作再写一篇比较高水准的论文 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最后我要指出的 水土宝石技术规范第19条应该要做一些修正的 第一个就是流入时间 就是泼面流的公式 红色的部分就是慢地流的流速 一般采用0.3到0.6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部分其实这一段也全部超至日本 我们超至日本的东西 并没有去思考到它的真确的实际的状态 所以我建议这个时间就用 我现在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急流时间的公式 就是泼面上用这个公式 那么流入留下时间这个部分 就是渠道流的这个部分 我建议使用慢泥公式 因为慢泥公式早就适合天然河段 我在教渠道水利学 从来没有说过天然河道 慢泥公式不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这边写起来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 所以建议把Ziha公式整个拿掉 这个是一个不合时宜 而且是一个错误命名 那么而且是一个在巴巴利亚非常local的一个公式 实在没有必要搬到台面上来 并且变成一个法规 所以我就建议把Ziha公式整体拿掉 那么可以呈现19条 第一个在一个新的面貌 但是我最后要说 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实在不宜 不宜把这些东西放进 他只需要说 在计算降雨的时候 请小积水区可使用极流时间公式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极流时间的更改就交给手册 水土保持手册来完成 不需要特别的在技术规范来讲 技术规范应该是法条 不宜过度的使用过多的数据公式来表达 以上是我的整体的内容 请各位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